台湾今天股会起扬 台币今天盘中一度大升1.7角 中场升幅收链升7.9分 收在30.716元对1美元 不过依旧是创下超过半个月来新高 刚刚的专题就有先提到 台币走强主要是因为美元指数回弱 昨天晚上下跌0.69% 收在93.91 不仅灌破100日移动平均线 而且盘中最低 还创下10个礼拜来的低点 市场把原因都归在于 贸易战紧张情势淡化的关系 让资金不再一直往美国冲去避险 钱撤出来才让美元回落 可是我们刚刚也有提醒 下礼拜美国联准会就要召开利率决议 大家一致认为FED将在升息一马 照理来说利率调高上来 大家就会想把钱放到美国去 所以美元应该要在这个时候大涨才对 但是现在不升反跌 却让很多的外资机构还说 这就是美元走贬的讯号 原因在哪 一方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总统川普本身是一个商人 他向来不爱强势美元 早就喊话很多次 美元太强势或是老是炮轰联准会 不该升息 而下礼拜利率决议在即 有没有可能川普又出来放话 杂音传出 这已是必须要观察的地方 再来就是 其实美元也涨了一大段 因此外资机构也认为 要说升息会支持美元走强 其实早就已经反应完毕 而大家都不愿而同地认为 升息不足以支撑美元 外资美银美铃更是拿出数据点出说 现在做多美元的市场太过拥挤 多头的部位正接近了2017年初以来的最高 这为市场情绪反转奠定了基础 而法国的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 也更加地预测 在未来6到9个月内 美元将会大跌一成 美元出现杂音 在贸易战持续降温之际 资金有没有可能因此回流到亚洲市场 让台股在下个礼拜 中秋节过后 向上变盘的几率能够提高一些呢 都提供给您作为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